林大輝議員 多謝主席 由現在到八月底 我認為除了等待人大常委會 就特首的報告作出回應之外 其實大家都可以繼續理性地給意見 千萬不要反抬做激烈的行為 好像佔中 不過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整個諮詢期和政改的討論期間 其實我們看到 特別在關鍵時刻 都有一些標誌性的泛民人士 公然勾結外國勢力的行為 這令我很擔心和憤怒 其實這些主席 這些有關的泛民標誌人士 可能忘記了 其實英國和我們中國有不共大天之仇 當年英國用武力、用鴉片 侵略中國、佔領我們的國土 逼我們簽這些不平等條約 而各樣了中國、各樣了香港給英國 這些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香港的國民教育做得不好 讓他們忘記了 今天香港已回歸了17年 其實都會輪到我們自己當家作主 沒有理由再容許一些外國勢力 是關於我們內部事的 正改指三道四 即是 書三道四指手畫腳 搞社會的分裂 搞對立 其實我都很不明白 為何到今時今日 還有人可以在折二連三 到美國、到英國呢 是搖尾黑連 唱衰香港的 其實他這樣做法 對香港推動正改有幫助嗎? 有必要嗎? 主席 我可以說呢 我作出一個評論 這班是壞人來的 主席 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 一家人內部 可以一種不同的事情 表達意見 大家吵吵吵吵 我可以理解 亦可以接受 但如果借助外國勢力 去干預香港的內部市民 絕對是大錯特錯 亦是一個罪業來的 即是 我不相信香港大部分市民 會接受認同 我亦都不會為他們說阿彌陀佛的 主席 最近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光都說 他特別關注外國勢力 介入香港的事務 中央是絕對不會坐視不理的 中央是絕對不會坐視不理的 我想問 今天很想請師長 可不可以代表特區政府 你一個有擔當的師長 可不可以清晰地表態 對有關人士這種行為 或者我叫做 賣國賣港的行為 再以你強烈的譴責 反對他們的勾結 否則 只會向社會不斷發誤錯誤的訊息 以為政府縱容這些人 去繼續勾結外國勢力 侵犯我們國家的主權 危害我們香港 甚至國家的安全 最重要就是 疾惡了整個政改的推動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我沒時間了 我希望只回答第一個問題 林潔司長 在這段時間裏面 大家都留意到 一當是有些事件 或者有些跡象 是有所謂外部的勢力 或者外國的政府 對於香港的政改 是有所評論的時候 國家外交部 和我們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工處 也都會發一個聲明 是反對一切外國的勢力 或者外國政府 介入我們香港的 和國家的內部事務 作為特區的官員 我的立場 當然是和國家的立場一致 那你為何不譴責他們呢 沒時間了 沒時間了 對不起 李慧琼議員